LAYO 聊世紀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條盾人對上獅子野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際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者的文明是條盾人 條盾人最大的特色是他農田非常便宜 而且團隊加成可以讓隊友擁有抗招響能力 而且條盾騎士跟步兵到了城堡時代時 防務力會近戰加1 到電腦時代是加2 兩點防務力 所以條盾人的騎兵跟步兵都是非常的坦的 但是他的騎兵沒有耕種技術的關係 所以會比較笨重一些 接下來介紹一下獅子野人 獅子野人雖然他的農田不像條盾人有這麼便宜的造價 但是他每點一個農田科技 農田的總量都會大幅上升 所以獅子野人在城堡時代中後期 可以省效大量木頭作為自己的經濟加成 那獅子野人他的城樓是比較貴的 所以開局會送100石頭 作為一個城樓的塔攻經濟補陣 那獅子野人主要的打法還是比較適合打這個騎士單位 因為他有所有的陸地傷害 陸地軍事單位的傷害減免 所以他不管是打騎士或是強奴都有這個減免的效果 所以獅子野人還是比較偏重於打騎兵跟步兵 強奴部分算是堪用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好這裡看到獅子野人這邊是開始推路了 推路一直推 看一下條盾這裡 條盾這邊是有人在吃斑馬還有這個鴕鳥 好後面伐木場先補了一個 下方補一個魔防 OK那道德這邊應該就不是打塔攻了 那獅子野人在黑暗時代轉封建時代的這個時間點有個特點喔 獅子野人他可以在封建時代插下城樓去取代均勻的這個效果 好城樓之後馬上可以補馬就或是射箭場 所以獅子野人有這種特殊打法 打一個獅子野人城樓塔攻攻的一個策略 那就來看一下獅子野人會不會這樣打 好這裡有挖金塊喔 有點有那個味道了 城樓轉塔攻攻 有沒有可能 好條盾這邊補下了織布技術 斑馬這邊開始再吃 好後方看一下 欸結果有動作的是道德啦 哇道德這邊是十九村出門 拉了七隻 那條盾的料望塔呢是雙倍駐軍的 所以他本來是五個人 可以塞五個人的料望塔 他可以塞到十個人喔 所以他的箭矢數量也快要變成兩倍的效果 所以獅子野人跟條盾呢 獅子上的兩邊都是很適合打塔攻的威名 好來看一下道德這邊塔攻會怎麼打喔 這邊是補下了一級伐木 料望技術也補下了 料望塔這邊補下 居住黃色不在前方 避免對方直接過來 手撕料望塔 蓋了一根之後 要來靈環塔嗎 還是要直接先控住石礦 或是墓區呢 這邊算是半個靈環塔 但這次房子沒有先補 導致自己的村民可能會先被扁 沒有危險 這邊棒棒有點麻煩 先處理棒棒 OK棒棒搞定了 希希里人這邊第一時間轉出了弓兵 但希希里人沒有挖石頭 所以這邊如果被控制石頭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逆轉回去了 好到達這邊肉麻 反應就很快 瞬間拉走 好但是希希里人這裡的村民已經兵臨成下 這根劍塔 可能會被被死掉 但這邊村民也是反擊回去 哇這邊 道特已經死了 五 已經殺了五隻村民了 結果道特這邊只是死了一村 好希希里人跟小多人的村民差距被打了出來 好希希里這邊也補了一根劍塔 兩邊都是想要補齊一根塔 趕快防守 好那開始把村民往這裡補 希希里人已經斷村了 好沒有這個果汁也沒有農田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按村民 好這邊趕快再拉村民去扁一下 好城樓蓋好 趕快放村民跟工兵進去 增加一下箭矢的數量 好這裡順利拿下 這邊石頭可以控住了 趕快撒農田 這邊斷村斷了七七四十九天 還在斷村啊 已經來到了一分半了 正常來說不太會遇到這種斷村斷那麼久的情況 但希希里人這邊是被控住經濟的關係 本來這些來打架的村民 應該是要去種田 最後一個塔弓直接把節奏給打亂掉了 那道德這邊呢 村民喔 反而是一秒的閒置都沒有 村民差距被硬生生拉開了 變成二十九村打二十三村 但道德這邊明顯的問題喔 也是家裡沒有任何的防守 他剛剛圍個石牆 剛剛把家裡圍起來 這邊就可以開始偷經濟 然後轉上城堡時代 再打出一波優勢來喔 好 那這裡 吃對方的果子吃得很開心 姿姿拉一隻村民想要去打工兵 但希希里人這邊有在看 好 那要補一個射箭廠嗎 誒 補的是兵工廠 看來要準備生成堡 塔弓部分要繼續打 希希里人這裡沒有點下一集農田 直接去撒了農田出來 可能是等不及了 再等下去一集農田會等到頭破血喔 而且剛剛已經斷村情況下 所以再去等這個一集農田喔 是有點不太明智的 因為村民會斷得更久 好 那到盒這邊 是決定補下肉馬 看來還是想要先打一些兵 去做防守 誒 這邊衝進來 肉馬一個攔截 把工兵全部送掉 啊 希希里人這邊衝動了 衝動式魔鬼啊 好 希希里人 這邊又補一根橙樓 這根橙樓 得不能順利解到這根箭塔了 好 看一下條盾的雙倍箭塔 箭矢量喔 0加7 哇 這個數量真的是多啊 好 蓋好這個橙樓已經燒起來了 好 拿一隻村民 好 火房肉馬想要來干擾嗎 但是似乎不太好打 到這邊開始挖黃金 準備要來點城堡 實在升級 好 這裡並沒有把弓箭手 派過去城樓裡面幫忙射箭 這一點就顯得比較 比較有矛盾一點點 既然是打了希希里 射箭場配城樓 那應該就要把這個 箭矢喔 多射一點 好 但封建實在的話是 加兩隻箭矢 1加2總共三隻箭矢 後面這裡其實大會也可以補一下 大好像這裡是射不到這根 瞭望塔的 大會要等二級射才能射到 好 所以工兵現在暫時在左邊防守 好 能夠射到嗎 誒 溜了進來 還蠻快的 溜了進去 看 這裡可能要稍微微一下 槍兵再補幾隻 好 結果CC引人跟條盾兩邊城堡 實在是差不多升級上去 好 傳血的槍兵過來 再揮手抽一槍 順利收掉長槍兵 但肉麻的血量也殘掉了 好 這裡趕快去修理 這一根瞭望塔 工兵本來想要嘗試修的時候 偷偷走進去 但沒有機會 好 這裡奴兵 待會應該是會馬上升級上去 好 右邊的刺猴 收掉了長槍兵 誒 這隻村民殘血 有機會打掉嗎 哇 這裡要被收一村 哇 死傷來到了14村啊 OK 信息引人 這邊點下了奴兵的升級 正面防守有槍兵 問題不大 盜頭這邊有點瘦弱嘛 應該是送光了 好 二級射補殺 後方這個城樓也可以輸出了 這應該是能射得到了 但後方有一些肉麻 趕快先射掉 可以再反擊一下 肉麻 還在甩尾 好 信息引人這邊 到城堡時代 又可以再增加一些箭矢數量 來到了1加4 五發箭矢了 這就是西式引人的城樓塔推 非常的厲害的原因 箭矢數量非常的多 好 這邊血量有點低 等他村民被打出來的時候 修箭塔 工兵就可以偷偷往前走 去燃解這邊修村民的 數量 OK 這邊拉幾次出來 想要偷點 好 偷點一下 點一下 OK 升級防禦箭塔 條頓人這邊升級很快 OK 後面這根箭塔 似乎沒有射到 防禦箭塔的樣子 哎 尷尬了尷尬了 怎麼辦呢 好像在射房子 房子血量一直在掉 塔卻沒有 看來是不夠遠了 所以點不到 這個城樓要是再往前差一點喔 反正結局又就所不同 好 盜舌這邊是單TC 然後出騎士 想要直接秒殺對手 西西野人這邊是選擇了3TC 開農 這裡有一隻村民被射死了 盜舌這邊開始有點 藏不住了 村民在數量變少 但是依舊還是比西西野人 多了很多村民 51村對上46村 但盜舌這邊還是要趕快去補下城鎮中心喔 但這裡補下彈道學 很明顯是要來打一波強軍事喔 那要不要前置一個工程器製造所呢 給西西野人這邊更大的壓力 人家開3TC 最好是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在前面喔 給他投石車壓力 或者是自己要趕快開下3TC的一個做法 非A級B喔 因為這裡不趕快這樣做 一定會被打出差距來 這裡有拉村民嗎 喔有 拉3隻村民 那有沒有開TC呢 也沒有 那應該是要來打強軍事喔 那西西野人這邊是打一個轉手圍攻 防守反擊流 那條頓這邊趕快補工程器製造所 還是 哇 又要插劍塔 你並沒有要打工程器製造所嗎 DOT 這個有點 微妙啦 好 這邊3TC 又是慢慢打得出來喔 50村對56村 村民差距越來越小 西西野人健壯 欸 你這邊又在蓋我跟他建塔 我這裡趕快按一個城樓去反擊了 後面的騎士又有再次收掉了幾隻村民 村民差距越打越大囉 好 七個戰損 但這邊3TC 回農速度很快喔 DOT有點沒有辦法追得上他這邊產村民的速度 所以村民精開始被反超回去囉 西西野人前面大獵士 DOT單TC 讓對方有機會 可以回農成功了 結果這根建塔也沒有辦法好好蓋好 損失了3隻村民啊 欸 DOT這波如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似乎有所不同 在這邊高地埔與工程器製造所 開始往前推 可能會比這邊插劍塔的結果會更好 好 DOT的健壯 哎呀 3TC 不趕快補TC的話 就要完蛋了 對方村民輸會越拉越大喔 好 好 這裡奴兵出來 騎士也是在硬扛 哇 又收掉了1村 好 現在是59村 對上57村 DOT的分數並沒有明顯拉開對手 只贏了大概100多分而已 這個箭矢數量是怎樣 1加6 7發箭矢 基本上這跟條陣是差不多的箭矢數量了嘛 這個城堡是帶著 西西里人 城樓是非常強大的 如果有彈道學的話會更好 所以 照理來說 西西里人這裡要趕快補下一級農 然後再點下彈道學的升級啊 奴兵暫時不用出 好 彈道學更為重要 現在DOT再利用 西西里人沒有彈道學的一個劣勢 想要去吸引一些箭矢傷害 好 這邊箭矢一直在射 呵呵 這三隻騎士已經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箭矢數量 好 再點快去射 射一射 好 騎士的血量有點殘了 多人在秀囉 好 這裡射一發大約是30點傷害 30點 OK 把村民在射出來 玩修理 一修理完之後又收進去 又要被打出來 好 這邊在秀 下面在修理 繼續繞 哇 這波很繞 好 這個箭矢還是想要趕快蓋起來 居然沒有去手撕掉這根防禦箭塔 這個應該是西西里的撕算 沒有想到他會直接過來 一蓋 好 這邊村民數是66吋 對上69 西西里人還是有3吋的經濟優勢 沒有彈道血的話 劍塔的輸出能力喔 顯得不是很好 這裡 騎士血量怎麼那麼慘 不走嗎 TC 呃 呃 TC 射光 但這邊也是很成功 讓西西里人 大量村民收進城市中心裡 想要藉此使用城市中心 防守 讓他大量村民喔 即使有村民優勢 也並沒有太有優勢 因為大部分村民都在射箭 而不是採支援 那經濟差距就會被拉開來了 好 西西里人這邊開始撒農田 欸 但是一級農 似乎忘記要去補了 這裡一級農田真的不補嗎 好 這裡過來手撕一下 防禦箭塔 好 這邊有把自動撒農田給取消掉 所以待會農田枯竭的時候 他就會發現了 要點這個一農或二農了 或直上二農 也是有可以考慮的 好 這裡總受不了 拉村民過來 直接扁掉這根防禦箭塔 覺得不能再讓道特繼續這樣騷擾下去了 這樣沒完沒了 好 自己自己損失了幾隻村民 但道特這邊蓋在臉上一根堡 好 奇西里人沒有太多資源可以買出一根堡 所以只能被迫插城樓 要是如果可以買一根堡出來的話 絕對不會蓋出道特 那道特這根堡就會變成道特堡 所以奇西里人蓋城堡速度非常快 好 這邊村民應該是蓋不起來了 道特又再次上演了自己的拿手好戲 道特寶 好 有點尷尬了 道特這邊 怎麼辦啊 取消 哇 該到快50%然後取消 好虧啊 石頭只拿回了大概一半左右 道特 他的 成名戰術依舊是保到位了 保到位了 好 以上都是幹話 不要太認真 好 奇西里人這邊是補了非常多的城樓 如根聰樓順地守住 好 那村民樹也是領先喔 但應該經濟上來說道特還是領先的 不然領先非常多 雖然村民樹道特來說是輸的 但是經濟贏得泡到3000啊 奇西里人讓自己的村民當薪水小偷當了太久 這也沒有在工作的關係 經濟是非常落後的 甚至這個一級農鐵沒有點 二級伐木也沒有點 這造成他這邊的木頭銷量非常龐大 跟他的文明特性沒有太大的幫助 感覺也不像在玩CC里人啦 很像在玩什麼 連經濟加成的殺生人的感覺 好 那奇西里這邊走過來 村民 這個奴賓還沒有彈道學 木頭消耗太大了 沒有硬龍 木頭一直在消耗 還沒有意識到該點農鐵科技嗎 你真的不點一下嗎 好 奇西里人這邊打算要直上帝王賽 再說了 有什麼事 上帝王我們再來決定 好 這邊騎士看一下能不能衝到一些村民 哇 這邊有些村民還是被衝到了 這邊沒有彈道學騎士 很輕鬆躲掉大量箭矢 基本上是滿血走掉 哇靠 還要繼續轉射箭長 真的是一直射箭一直爽 好 那在雷中發現到木頭很缺的問題 一農沒有點 二農呢 要不要直上二農 還是二級伐木趕快補一下 好 條頓這邊是補下了手推車 騎士里人這時候一百人口 補個手推車也會非常好 好 這邊騎士想要包嗎 後方有成樓 村民趕快駐近到後面 幫測一下這邊騎士 成樓傷害還是挺不錯的 雖然喬登這邊有遠防 涼墊的遠防 加成 馬凱二級 二加二 但是近戰防禦還是比較亮眼 那這個騎士抗劍指能力 跟一般騎士是一樣的 好 這邊是騎士里人 順利收掉道德這邊大量的騎兵 這級只損失了大約十隻左右的弓兵 這樣交換起來並不是太虧的 終於補下了彈道學 對 利用斯袋這邊是還有一分鐘 道德還有大概兩分 半左右 那沒關係的話看到西系里人打強弩 道德應該是會直接走遊俠路線 遊俠火炮重頭都是比較適合的 好 西系里人這邊直接前壓一堆村民 想要來蓋寶 但是這邊奴兵數量不夠 軍事實力不太行 這裡趕快先圍了一些房子 讓這邊奴兵有機會可以喘息 但是現在肉才剛能點下強弩的升級 現在點強弩 可以嗎 可以 點下 那這邊要撐到強弩升級好 這邊弓兵可能還是會損失大量的數量 西系里人這邊經濟其實沒有到那麼好 條頓這邊經濟數量已經來到130吋 電腦4代還有45秒 本來要蓋寶蓋蓋蓋到自己 頭破血流 騎士一隻往前 怎麼辦怎麼辦 道德這邊 好相機十拿九穩 這個強弩被抓掉太虧了 在升級到強弩之前 數量只剩下少量的弓兵而已了 好 花雪也升級上去 好 西系里人強弩 6加4 好 全按強弩 重裝長槍兵也要趕快補了 好 這裡村民也要繼續按 現在西系里人經濟有夠差 這裡數量村民 欸 13隻強弩 還是有點少 至少要補到3-40隻喔 才能迅速秒殺條頓的遊俠們 那現在騎士這邊升級還有40秒 重裝騎士 3級馬鎧 還有20秒左右 有2級馬鎧的話 就會比較能扛強弩的傷害了 道德這邊想要閃掉一些箭矢傷害 邊閃邊靠近 好 再來這邊就我們接近了 短兵相見 強弩再一次走到了這個窄口處 這邊開了一個木牆 村民從後面進去蓋城堡 這裡城堡應該是可以蓋起來 道德決定放棄裡這一坨村民跟強弩 好 直接想要繞到後方 直衝 這邊射箭長 全部都有村民 都有這個洞可以鑽 好 鑽人進來 好 收村 騎士這邊還是在衝 多線操作 還好 條盾的騎士跑得很慢 有足夠時間可以反應的 應該是可以維好 如果有問題 好 森旅有按嗎 哇 希希人這裡連修道運都不補 是覺得條盾天生抗著想 補了也沒意思 好 結果按森旅的 居然是道德 條盾 這邊還在著想村民 這裡騎士鬧得很煩 希希人槍兵趕快補 哇 遊俠有一分半 條盾這邊的經濟量非常好 遊俠應該可以按到底了 待會巨型投石機火炮 出來就可以高速攻城 好 先補了一個三攻 好 最終還是有少量的騎士衝了進來 這裡趕快補一個新的房子 重裝長長兵 開始防守 但均勻數量不太多 而且是肉也不太夠 其實人這邊防守打得非常極限 隨時都有可能 被一波衝倒的可能 好 上面又補了一個馬舟 哇 這邊騎士居然鑽到了這個漏洞 遇了進來 開始大砍村民 哇 這邊城樓雖然很多 但村民好像都沒有收進去 遊俠突然升級好了 條盾騎士遊俠 近戰防禦7點 遇到這個 吸吸引人 出強弩的情況 還是綽綽有餘的 雖然沒有特別的額外防禦增加 但打強弩 用遊俠還是不錯的 強弩的數量越來越少 這邊解決掉遊俠的效率就越來越差 這裡想要升重裝長槍兵 升上去 級兵好像點不下 這裡級兵還要600黃金 吸吸引人 敵人出了 GG 到這邊直接一個塔弓 騷擾到吸吸引人這邊的城樓 讓城樓這邊收村 大量收村 經濟非常的差 然後這根箭塔也是騷擾了非常久 條盾這邊直接單純使用純粹的戰術 擊敗了吸吸引人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是由條隊人拿到經濟的勝利 直接贏了一萬四千 太多了 生物還是四個 全部支援都贏 這是怎麼輸啊 道特 雖然上了一波道特寶給對手看 讓對手有極大的信心繼續打下去 但最終還是被道特的經濟流 直接給淹沒啦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好,好,好 好! 好,好 好,好,好 好,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